本节目由钢派特别支持播出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 年宽将至年未见农 家家户户都在张罗着 即将到来的春节 而我们东方卫视春晚的嘉宾们 也在镜头前分享了 他们关于春节最深刻的记忆 今年春满东方 东方卫视春节晚会的节目单 每一道都是不可错过的好菜 先是回忆里的经典 统统轮番登场 赵雅芝 黄凯杰这对母子荡 将重新演绎80年代 红极一时的经典上海滩 就把一个故事 重新演绎出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 情深深与萌萌剧组 时隔20年再度重剧 不仅会重唱一首首经典老歌 一家人还会在一起画画家常 聊聊天 透露拍摄时更多不为人知的幕后发续 自从在今年梦园东方 2020东方卫视跨年盛典上小鹿伸手 唱了回摇滚 朱一龙就多了个摇滚男孩的新称号 这回在春满东方再度亮相 朱一龙同学也将把摇滚精神贯彻到底 不仅有单独高歌 还会与摇滚老炮近东一起组队点燃全场 我同来 惊喜当然不止一点 大家熟悉的王立琴 张继柯 蔡云 仲满 四位榜样冠军组队亮相 奥运冠军共同演唱励志歌曲 祝福2021北京冬奥会 也为备战2020奥运年的中国体育兼儿加油助威 有歌唱类的节目助兴 当然也少不了语言类节目压阵 不过这次来表演小品的嘉宾们 多少都有点跨界的性质 以如咱们的于浩铭 这次出乎大家的意料 我不是唱歌 我是来表演小品的 此次于浩铭出演的小品 是根据东方卫视的景物纪录片派出所的故事改编 致敬守护城市的平安英雄 另外一边 韩雪和贾兵将一起合作小品《窘图》 演一段春运路上的故事 这也是两人继去年之后 第二次在东方卫视的春晚舞台上搭档 去年我跟韩雪演了一个小品 那个是贾的 贾的情侣 今天我们演了一个真的情侣 等等 还有位重头嘉宾差点忘了介绍 那就是咱们人见人爱的邓超 这次来到春满东方的舞台 超哥将深情献唱两首歌曲 一首是来自电影银河补习班的推广曲 《相信你的人》 然后还有一首 就是这个 是这个东方卫视逼我唱的一首 许久未唱的《娘娘我错了》 超哥也悄悄透露 这首歌里其实还隐藏了那么一点点 自己给所有已婚男同胞的小忠告 在太太面前唱起这首歌 就是《娘娘我错了》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会顺风顺水 有了神曲护体 超哥这个上海女婿显然有点膨胀 还主动申请要用磕磕巴巴的上海话 给大家送上点新春祝福 祝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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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责 恭喜发责 一场经典团聚 两组神仙搭档 三代热门金曲 四位榜样冠军 五大跨界喜剧 精彩一波接一波 记得1月25号大年初一晚19点30分 锁定我们春满东方 东方卫视春节晚会 一起闹新春 在这新年之际 祝大家 鼠年大吉 鼠年行大运 幸福又平安 鼠年到了 祝福大家 鼠年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鼠你最幸福 鼠你发大财 记者朱敬威 刘冲上海采访报道 秦深深与萌萌剧组 集体登陆东方卫视春晚的舞台 相信最近这几天 很多人都被这波回忆给击中了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亲切的阵容重聚 时隔20年后的这一幕 让许多人都有些恍惚 刚刚我在台上的感觉有点像 现在我们是 西要马上要上了 所以要做宣传的感觉 特别感谢东方卫视这个策划 能够把大家都召集来 极为主演也因为这场 备受期待的聚会兴奋不已 在台下就已经开启了 热络的叙旧模式 不过当我们想要打探一下 聊天内容时 咱们陆家大哥却故作神秘起来 男人和男人之间 肯定会有私密的话题 女人和女人之间 也有私密的话题 那我就不告诉你了 说起来 秦深深与萌萌 一直有着让人百看不厌 常看常新的魔力 因此也成为好几代人的 共同回忆 相聚的第一时刻 当然就得一起重温 每个角色的经典瞬间 你敢冒走向我傻瓜 我忘光为什么你不回答 因为当时演的时候 也很快 就是觉得这个情节 是很有趣的一个情节 平时学表演 偶尔要唱歌 偶尔要跳舞 这场戏正好都用上了 都是自己瞎跳瞎唱的 姐姐一平能歌善舞 而妹妹如平呢 则是心地善良 温柔美丽 哇 镜头都离开了 镜头都不好意思看了 是的 是的 我都尴尬了 再看当年的青色片段 大家都有点难为行 但实际上 这一段拍摄故事 还有个更有趣的部分 但我难忘的是 因为那时候 有朋友有了 弄了很多的假胡渣 然后我一心下去的时候 胡子全在我脸上 还有这样的陆后戏 对 所以那个是我特别难忘的 对 刚才他说的那一段 有朋友你记得吗 我记得突然有一种 本来是如同来救我 是麻药 后来觉得有个男人吻着我 是吗 对 也是麻药 对啊 也是麻药 说起苏友鹏扮演的杜飞 在这部剧里 可以算是实打实的灾难王子 我是杜绝往来的杜 非来疯祸的杜 也是 苏友鹏笑说 当年拍摄时 自己也因为各种各样的灾难桥段 受过小小的伤 记得我真的被仙人掌扎了一对 一鼓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有一场 那个什么 一堆鸡蛋掉在身上 也是挣扎 然后收工以后 苏友一直招呼我 搞笑担当的杜飞 依旧讨人喜欢 但另外一边 当年的白马王子何淑环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 有人说好像淑环 太活得太浪漫 太梦幻 也有人觉得淑环不太专一 你想会 你很斯文的用这个字 应该用渣 我不敢提 看着大家说笑逗闹 饰演陆家老爸的寇盛海老师 也不禁感叹 孩子们都长大了 但大伙的情谊 却一点没变 一家人会以怎样的方式 度过千载难逢的重聚时光 还请在大年初一晚上 19点30分 锁定我们春晚东方 2020东方卫视春节晚会 记者朱敬威 上海采访报道 讲述亲情的喜剧电影 《九妈》绝对算得上是 今年春节党的种子选手 我们也趁着许岛来 我们东方卫视春晚的机会 赶紧来问问 她这部电影有什么 值得一看的地方 黄梅盈饰演的九妈 为了一场在 红星大剧院的演出 毅然踏上了 前往莫斯科的旅途 而与其一同出行的 正是徐征饰演的儿子徐一万 母子二人摩擦不断 锅碗瓢盆交响曲 从家里一直演奏到了旅途中 你不去莫斯科会怎么样 会死 我觉得黄老师 简直是为这个角色 而准备而生活着的 就是太合适了 不管是从年龄 样貌 气质 包括他自己的生活经历 各方面 所有的人 我相信看了电影以后 都会找到一点影 就像徐珍说的那样 在电影开拍之初 黄美颖老师的身影 第一时间就从他脑海中 跳了出来 然而那个时候 黄美颖自己 却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演戏 原本就对荧幕有些陌生 何况这一次 他还要饰演一位 充满喜感的妈妈 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架子 看着片场时常 手无足道的黄老师 或许你从未见过 这样的模样 尽管没有特意要搞笑的意思 但黄美颖老师 在拍戏过程中 一些不经意的举动 却让许岛想不笑都难 我还有一段戏呢 还有一段戏呢 我们被熊追 我不是来救你吗 本来是一个 很煽情的一个段落 然后我说 快过来来吃我 不要吃我儿子 最后我一紧张就说成 快过来吃我儿子 不要吃我 黄老师演还是那样演的 快过来吃我儿子 不要吃我 不要吃我 看到这儿这个熊妈 是不是就算立住了 其实还远远不够呢 不仅要有熊化 当然还要有熊行为 熊理论 这个特有妈 他们这次第二天 是公开超标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云会有 其实我生活中很久 经常有 包括戏里边 为儿子吃东西啊什么 这种生活中 我经常会有 因为我儿子 有时候回来以后 他忙 老是在打电话 然后我跟他削了水果以后 他也没时间吃 就在那打电话 我没办法 我就坐在他边上 一颗一颗往他嘴里塞 这种情况都有 借缝插针的头胃 能说多长就说多长的 语音几年发 手机掉水里怎么办 那必须插糜里啊 而片中这个桥段 还是源自于 徐峥自己家人的 真实经历 有一次 有一次我妈 这个手机掉到厕所里了 幸亏还没有上的时候 还没有用的时候 哎呀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他们朋友 告诉他放在糜里面 笑什么 是不是这样的窘事 随时能够 从自己的身边 找到素材 爱产生窘 但是爱 才是本质 那么在过年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 真正的这个何家欢 不是一种欺骗式的 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 是真正的可以去到 这个心灵深处 去化解开 就是冰冻了 很长时间的这个裂痕 大家相互之间 有一个心于心的 这个交流 真正的关系的 这种改善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部电影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 很大的功德了 记者刘冲上海采访报道 很多人看到我 今年看到我就说 你现在好多了 他说你去的真的是太瘦了 我说是 我是因为那会儿 那个戏的角色的原因 那现在我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就很符合 因为90年代初了 其实我们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了 再加上我又做厂长了 那不可能跟那个 农村小青年一样 在大江大河中 王凯实验的宋运辉 凭借自己不懈的钻研奋斗 和过瘾的业务能力 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小青年 一步步晋升成为 国有化工企业中 独当一面的主心骨 在大江大河二中 更是晋升成为厂长 不过做好厂长并非易事 因为他骨子里 就是一个比较正的人 很正的一个人 而他一心就是 就觉得我是要靠技术 我是要靠我的能力 来征服所有人 但是他殊不知 做到厂长这个位置上之后 光凭这个是不够的 所以他在厂里的工作上 会有很多的智州 《大江大河二》 延续了第一部的内容 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 20世纪80年代末 到90年代初 宋运辉作为改革开放 实践者的代表 亦是几经臣服 除了他所热衷的事业 情感生活也危机四伏 这条线上会有很多支线 比如说在情感上 在家庭上 他与陈凯也有了矛盾 有了分歧 然后最后可能 导致这个婚姻 最后就是两人分开了 在这个工作上面 他又得 在各种智州下 还得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宋运辉在剧中 为了梦想一路前进 王凯则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成了剧组的边缘任务 无论收工聚餐 还是闲时小剧 都很少见到他的踪影 那全是宋运辉 又多又难的台词 让王凯不得不加里敦 台词上面可能会有 比较多的那种 化工类的专业术语 然后还有一些英文的台词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可能会 要多下点功夫 记得凯克王十英 不要把你惊到 为什么会惊到 你看就知道了 记者姚维嘉 我现在所在位置 是八宝山殡仪馆 著名主持人赵忠祥老师的 指导会就在这里举行 1月20号 赵忠祥的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 现场围满了前来送行的各界朋友 曾与赵忠祥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 结下深厚友谊的黄金搭档 朱石茂 陈佩斯结伴前来 与您相识37年 您的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已成为我们最温暖的记忆 赵老师一路走好 倪平 杨岚 李瑞英 董浩等好友们 也接种前来做最后的告别 老赵是无人可比的 无人可替代的 对中国的电视视野奉献一生的 这么一个我们电视展示的老兵 记者胡良斌北京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